今天邀請到七位美麗的醫師娘 一般都會去介紹我們 好拉醫師團 今天可是 位子不是醫師在坐啦 這個家裡還是太太最大 太太今天來就讓太太坐了 這個要介紹七位非常美麗的 都是我們這個 第一心牛 歡迎我們七位來賓 今天邀請到七位美麗的醫師娘 要來揭露他們背後不為人知的心酸 絕對是正功 今天他們 因為太太一旦上節目之後 再跑不掉 來 我們醫師就坐到我們的來賓席 歡迎我們七位醫師 而今晚的七位醫師 又會被七位美嬌娘 爆出什麼不為人知的八卦呢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國內常常有調查就是 你一個女生到底想嫁 什麼律師啊 老師啊 但醫師永遠都是在榜上的 當醫生娘有這麼好做嗎 而且醫師這個行業 誘惑太多了 平常在節目上 他們都維護自己的權益 今天來到底是不是這樣子了 我們來聽聽醫生娘來講 首先我們看 想當醫師娘競爭超激烈 其實是有一次 她要換辦公室 她叫我去幫媽整理東西 其實當天的氣氛有點凝重 因為她正在訓斥一些護理人員 結果沒有多久之後呢 就有一個 女性高階主管 就進了她的辦公室 可是非常自然的 拿一張椅子就坐在她的左側 然後她正好面對右側 她在訓斥那個會人員 其實我確定 我看了我現在的表情 她並不覺得有人在她左邊 對 可是我就怕誤會她 因為那女的靠得非常近 然後我就特別來瞧瞧地 挪了一下位子 喔 不是錯位喔 真的靠很近喔 對 妳也在現場 我在現場 那女的就拿椅子到旁邊 她其實在不認識 對 她不認識我 可是那女的是不是蕾華呢 還是 蕾華在西龍浪 我們那時候在桃園 蕾華真的會這樣 蕾華會 蕾華會 但是不要怪她 她沒有其他意思 蕾華也沒什麼殺傷力 對啊 可是那女生的確是 我老公可能喜歡的菜 因為老公很可愛 是喔 然後身材還不錯 對 然後結果呢 當十分鐘之後呢 那片護理人員 就乖乖地被罵完 就離開的時候 我老公好像有點驚覺 怎麼旁邊有一個人 就說某某某啊 然後你找我什麼事 那女生就說 沒有啊 保護我想 有些事情想找你聊一聊 然後我老公就說 聊一聊 他說 這是我的菜嗎 然後我就說 啊 你好 然後那女生就突然 驚訣就跳起來說 啊真的嗎 然後我先生就說 那你要找我聊什麼 那個女主管就說 啊沒事了 那個改天再跟你說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說 他走的時候我就跟我先生說 你知道你們離很近 他說有沒有 我怎麼沒感覺 我跟他說 其實你這樣 讓人家會觀感不好 他說 然後我就說 我哪有 我們哪有離很近 就有點快跟我吵架 我說沒關係 因為平常你不來的時候 我們更近 我就害怕啦 對不對 一定會懷疑嘛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像你開車 你雖然就是有交通規則 可是別人太靠近你的時候 你要懂得閃一下 是啊 對不對 那他就問我說 那要離多遠 我說 一拉開這麼遠就可以了 那從此之後 他就把這故事拿去電視上講 講得我好像 多嚴格一樣 所以肯定靠近他那個女生 是有點姿勢的 是 我剛剛已經講雷華 如果雷華你也不會理的 對 因為我跟雷華也蠻小的 這個 女生的第六感 通常都蠻準的 這一定是對 相信六感一定是第六感 那寶寶哥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 不是 瓜哥我們 我們剛剛其實內部有討論過 我希望再 什麼內部討論 只有你自己 我老是 我老是跟妳討論喔 對啊 我剛剛本來是想說 我沒有內部討論過 我們應該要先點一個 錄影前 叫做生前契約 不是 那個錄影前契約 就是今天錄完影 所有的答辯之後 回去的 你的地位待遇 其實要如同一起來 這第一 第二個 我希望我們所有男生 其實應該要 一傳結一致 來 請 讓我們來一起來 來 加油 加油 快點奔鬥救男人 你講 你講 你們都宣誓過了嘛 你們上上有牌子 剛剛聽到寶仁衣 故事 你認為 有點問題的情緒牌 他們是抗議啊 抗議是沒問題的 就是他可以做這麼自然 然後寶仁哥又覺得旁邊沒有人 代表很習慣那個女人坐旁邊 絕對不是 不然的話 如果不是很習慣的時候 坐在自家人旁邊 我們到底是這一邊 還是那邊 不是 我們不能妹的良心講話 而且你看 他會故意在那個女的面前 罵那些護理人員 而且拼他沒罵這麼兇 就是他女的在旁邊 他罵這麼兇 希望他炫耀 炫耀 炫耀另一個炫耀身分 對 第二個沒有地方出氣 就出到這個地方 沒有他就告訴你 你說你看我很照 所以類似在炫耀 一般是有問題 對 既然這麼的自然 表示我們沒有特別care 我先講一件事情 其實人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男生是一種視覺動物 而且我們雄性動物 本來視野就比較窄 所以旁邊有人說 第一個 我真的沒注意 要不然我怎麼會 我老婆在對面 就這樣呢 第二個 他靠近跟我講話 其實我某個程度 所以我就說 那是我太太 最重要的是呢 其實這個女生後來是跟我 另外一個高階主管在一起的 其實不是跟我 其實我們是煙霧帶 這才是重要 最重要的我要提我太太教我的 我贊成她很多理論是對的 因為她說 就像開車一樣 你不撞人人家會撞你 所以你要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後來 以後她就說 那安全距離怎麼測量呢 有效安全距離就30公分 其實你帶個Pedro就是這樣子 我就說好30公分還可以嗎 好 結果 結果後來 她給我換了一個這個 可以拉到這麼久 來拉一下 我 現在安全距離是這樣 還是單對的 我承認你 我承認你 但是她有些教導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她一直跟人家說 你不要跟人家 隨便自拍 因為自拍的某些角度 其實看起來 看我們拍的時候沒感覺 但是後來會是一個親密的一個感覺 她講是對的 其實妳看起來是對妳已經有信 是當下看到總是會有點感覺 不然怎麼會叫她愛妳 對啊 不然她如果要隨時叮妳 她辭掉工作來叮妳就好了 沒有 妳看每次錄影她都來就知道 沒有那是因為工作嘛 收了錢不在那邊不太好意思 不過我這邊學了一個 我太太我覺得 我非常覺得她很厲害一點 這個各位要小心 各位夫人可以跟她學 像我在我醫院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永遠印象最深刻 其實她很快就知道 那我一直覺得 因為她 我在我原來醫院待15年 認識朋友多也合理嘛 但有一件事情 有一次是在我辦公室的外面的走廊 只有兩個人知道 就是我跟對方 到了下午她回來竟然問我說 你今天下午在走廊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說 你怎麼會知道 於是我馬上去查證 結果對方沒有講啊 因為對方不認識我太太 結果我check了好幾個安全點 還是找不到 我後來高度懷疑 我一直叫我們家的人去檢查 有沒有錄影機放在那個走道 那這就玄喔 這真的很厲害 後來我一直怎麼查 查抗議 還不是 那是怎樣 瓜哥我跟你講 是因為她有事沒事 就會幫我報戲討 就是 我動不動就會在 在工作的時候 接到她的員工電話說 陳太太 那個我們保院長 有個東西一直不交 然後我們決定打電話給你 那看你有沒有幫他弄出來 不然我們交不出去 不然就是 陳太太陳醫師說 你這邊有資源 我們要辦一個什麼活動 然後可不可以教我們 然後就這樣會跟員工互動 然後就會聊天 然後他們就會說 我跟你講喔 我剛剛陳醫師在開照 我說你壞話 然後 所以就這樣交了朋友 我真的沒有故意去布縣好不好 是 結果我後來因為這樣子 我查不出那個洩漏秘密的人 那我 沒有想到到新的工作地方 才一年 我慢慢又發現我身邊 又是要監控 像剛剛提到那個距離 我就非常的生氣這樣子 他們你們都不認為距離有關係 我跟你講非常有關係 結果 你不要認為那15公分 30公分 那是代表呢 你心裡面 你不需要報復 你本來就應該會 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自己之前呢 楊醫師呢 他曾經在20多年前 他曾經呢 常常有時候會載 就是載我馬出去這樣子 對 然後呢 有一天呢我上車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學妹們 我告訴你們 你說那個椅子距離 對 我跟你講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在車子裡面 那個密閉的空間 那物理距離很近的時候 你知道 那化學變化非常可怕 對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們的位子距離 還有呢 角度問題 不要懷疑 你怎麼覺得椅背有點忘了 對 你怎麼會再次想事情 那之後呢 我必須要 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呢 大家都不要 大家都不要 對先生很客氣 對 你要告訴他說 帥哥老公 我知道你啊 其實你很有魅力 但是呢 你要知道其實呢 你就是呢 我們家的天地 你就是呢 我孩子的一個表率 這樣子 所以記得以後呢 我的距離稍微呢 要固定好 我固定好 就不要動了 這樣子 20年來他沒有再動過那去 沒有 沒有 我現在看到電狀設定 車子 有記憶 對 一般是被控訴 你有什麼要控訴 不是 不是 我要強點一下 就是這分我在水生火熱的感覺 你們知道的嗎 你看喔 比如說同事 人家我們要 要我幫忙 載他去某些地方 對不對 你要不要再同事 你要坐在後座 還是要坐在前座 對啊 怎麼辦 我會叫計程車 我現在的 他都不叫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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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你幫忙呢 真奇怪 對啊 一般你要載朋友 他一定是坐在前面 不然坐後面太沒理由 像我都拒絕 我都拒絕 所以從那一次以後 接著真的之後 有任何人要請 就是叫我幫他載他去哪裡 我就選保仁哥 給我聽一下 其他的方式都不敢用 可是你幫他出錢喔 叫計程車 幫他記號碼 OK 真的有這樣 真的有弄了草木皆兵 就曾經有一個同事就是這樣 突然車上太太下去買東西 一看 怎麼座椅上有女生耳環 就想也想不起誰的啊 剛剛在窗戶窯子丟出去 他也在走進去 我剛剛的耳環 這是你這種原則 你幹嘛沒適合我丟到窗戶 那其實志豪他之前 只要有人對他試好感 他其實都沒什麼感覺 因為他本身就是大條筋 身經很大條 可是呢 有一個 這也算深刻 那個女生忽然 忽然就是有一個 就是女的護理師呢 就跟他說 林醫師可以借我一下你的原文書嗎 就是說 我想說我要借她原文書 就自己去買就好了 果然過一個月之後回來 哇上面就畫很多小愛心啊 心靈小雨啊 然後我想說奇怪 這個感覺上那個動機好像不是很單純 果然他就開口了 他就說林醫師那 我們呢 要去那個巴仙樂園玩 去水上樂園玩 那你可不可以 跟我們一起去玩 我就走啊 我們去啊 我們當然去 然後那天我就跟著她 一起去這個水上樂園玩 妳也跟去了 就跟去了 然後我們就在玩這個飄飄河 一飄一下 就看到那個女生遠遠的走過來 那女生哇 穿了一個3.4很火辣的那個比基尼 就說欸 林醫師 那那個旁邊是你女朋友啊 然後那天我就是 穿了一個高領競賽型的泳裝 然後那個當場就覺得 欸 輸大了 後來就覺得說 以後真的是要就是 那個敏感度要提高一點 所以我會找我 找Mia一起跟我去巴仙樂園 對 這個就是 就是我就是 我心裡很正嘛 所以說我不怕不怕 沒有心虛 所以找 可是你一直撿巴 對 那你不要去巴仙樂園 那你輸就不要借他就好 為什麼畫那些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就是帶人知道啊 你知道嗎 有時候人家那個 那個學妹或是那個女同事 她就是很熱心 她就是很向上 她說她考研究所啊 她想說她要讀生理學 可是你借給她輸 她怎麼可以亂畫啊 對啊 我也是 我也是不了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還是說裡面是密碼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你是不是講話的時候可不可以看 對 但是她也感覺到說 她的確好像對我一點點意思 所以我自己 內心也是有緊急 對 所以那時候 她找我去巴仙樂園的時候 其實我也 我也是知道說 但是大家同事 她說大家一起去啊 對啊 想說 那時候也是覺得很愛玩啊 就覺得大家一起去 可是我也會找Mia一起去 就是要記得說要找她去 這樣才不會有 有發生一些問題 可是你賠得了一時 賠不了一世 這樣就叮啊 那你怎麼辦啊 其實後來我就學到之後 只要有任何她們醫師的聚會 都一定會參加 對 還要跟寶文哥講一樣 就是說 我的朋友到時候 默默地都變成她的朋友 這樣子 所有她的朋友都在我的LINE群組裡面 學妹們 我要跟你們強調 其實對面的醫生 如果全世界只有我們愛她 那我們就沒這樣子 可是我們就是最後一位贏家 就對了嘛 而且老公 剛剛那才門擠下來 我這邊有個巧克力 記得隨時暖她的胃 就可以了 哇 謝謝 洋蔥 洋蔥彩衣 這裡面我看你最可憐 瓜哥 她最幸福 她最幸福 謝謝 她最幸福 很幸福 像這種呢 說露事業線這些 對我們來講這叫常態 尤其呢像身心科 身心科有時候到春天的時候 那種躁鬱症很多 那躁鬱症的個案你知道嗎 我沒有通 聽過漏鳥俠 但是有 確實也有 漏乃狂 這樣子 對就是那種躁鬱症的病人 那像我們呢 碰到這種躁鬱症病人 有時候呢 她進去看著呢 我就會在旁邊隨時stand by 真的 這實在是 被修理過 我這裡是實在是 他性騷了房子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 這種東西我們 在整個運作機制裡面 都很小心的 因為 你不知道她今天穿露那麼 露那麼明顯 進來 坐在那邊 你看五分鐘以後 她突然就喊說 醫師性騷了 我哥 這個行程三過五十 就會碰到這種個案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醫師 尤其你會跟人家做肢體接觸的 跟這種風險甚至很高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一定要討救兵 那討救兵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把我派給我請進來 坐在旁邊 然後一起來關心這個個案 他們醫師真的桃花很多 我記得有一次啊 年中尾牙的時候 然後大家喝的酒憨耳樂 就有一個美容師 他抽中了我老公包的紅包 就很興奮跑過來 對他又親又抱 我當場都看傻 這種又親又抱 如果是蕾華你會 沒有 沒有 那個小姐很漂亮 他很漂亮 身材很火辣很年輕 一美的小姐都很漂亮 他說上去的都是年輕又漂亮 蕾華也蠻好看的 我不是穿不好 我說如果蕾華衝上去 你會生氣嗎 不會 不會 對 就說 一定是有點姿色 對 對 其實那個她也是新來的 她真的坦白講 她第一年來 還沒遇到太太 知道她是什麼人 所以呢 你聽起來好像有前科的感覺 那個姑娘現在還在你們整個 她現在已經調到別的分店 我了解 我了解 後來你怎麼解釋 後來啊 後來我只好先 她先回去就悶了一個禮拜 對 然後我一個禮拜就慢慢跟她說 其實真的就是 大家都喝醉了 喝多了 後來我也跟她說 沒關係 你如果相信我的清白 明年開始的尾牙 所有我提供的獎項 由你來頒 獎金一樣我來付 我們真的很希望今年有 結果還好都是女生 我一直有平常在我們節目形象是 滿好很積極的 您太太怎麼稱呼啊 E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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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控訴什麼呢 其實他們就會很多醫護的聚會 醫護 那我常常多年以來 我就常常看到她跟異星拍照啊 就是 我就會問她 這樣子跟異星拍照 距離不會太親近嗎 她 魏醫師就跟我說 不會 角度 真的是角度喔 沒關係 我們照片是2D的 對 然後她就會這樣給我看 你看一前一後喔 就是 就只是角度而已這樣 那我就跟她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異星也這樣拍照啊 她就說 不行 不準 然後 我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兩年她 常常一下班 就都睡沙發 就是她睡沙發的時間 她睡沙發的時間 其實比睡床鋪的時間還要長 那我就會覺得很納悶啊 為什麼 為什麼很舒服的床鋪不睡 卻要睡沙發這樣子 妳結婚多久啊 我們結婚9年了 9年了 滿9年了 那差不多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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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沙發 不是 為什麼練上沙發 對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然後我的閨蜜就跟我說啊 Elma你要小心喔 因為通常啊 我們的另一半啊 就是比較沒有跟我們那麼親近的時候 她去睡沙發 很有可能她外面 已經處理完了 就是她可能有 有 有 比較親近的異性 所以跟我們比較疏遠 妳現在有小孩嗎 有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那她以前不會睡在沙發上對不對 以前很少 就最近兩年睡沙發的時間 多於睡床鋪 她睡沙發自己是不是有 有把該座的做完了 該座 沒有 聽起來很明顯 該座還是 有一種是 該座做完 她就可能睡在沙發 不是 瓜哥 她就是一下班 然後就 就是吃完飯 看完電視 就貪睡在沙發 太累了吧 或者是 之前還有那個兒子 就看到她 怎麼睡在沙發前面的地上 然後 她就說 媽媽媽媽媽 爸爸又睡在沙發 這次在地上 然後 就 還有呼吸 還有呼吸 你是什麼情況會變這樣 沒有其實 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情 那麼在意 我沒有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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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在意 非常在意 我要說一下 就是因為 可是年紀大也會 我們是在急診 然後 因為我們上班的時數 稍微偏長了一點 就是我們是值班制的 所以 有時候你一下班的時候 你真的是太累了 那你知道嗎 我只要要到床上睡 我要去床上找老婆的時候 我一定 沐浴更衣 就是 讓身體香香的 我才會到床上去 那其實你剛下班 你又非常的累 那你有時候真的會懶得洗澡 對 那為什麼只有這兩年 才發生這樣 你前面也是急診啊 坤井老師問得很好 因為這兩年 我全主自己是認中了道遠 所以其實 可以理解 像你也這樣嗎 沒有 我不是跟你一樣 不是啊 因為他急診上班 時間本來就不固定 他會一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睡覺 然後衝上去也是很奇怪 所以 所以其實 其實 沒有 我是說 衝上衝上去睡覺 又把他吵醒了 我也知道你是這個意思 瓜哥這 我要聽他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回來 真的是滿身細菌 你真的要洗乾淨之後 對啊 所以 所以 而且 對 就是 就會 懶得講話 就是 他年齡還不到 我們像那個年輕也是這樣 可是我們像那種年輕 真的你再回去都要跟對方 沒錯 對啊 而且我覺得老婆都覺得 因為有真愛 所以才不在乎細菌 人率益生菌 不一定 不是 有的家裡那個 你沒洗手給你坐 你為什麼坐 你剛回來為什麼坐 你又洗過 不是啊 只有兩個沒關係 可是還有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不大好 對啦 小朋友比較害怕細菌 你們都好自律喔 像我老公都不洗澡一樣 上我的床 聽下去啊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要學我 他不跟你講話 我就去掛他號 我真的去掛號 對 他有講過 對 我付錢 你怎麼要跟我講話 我真的去掛他號 結果我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馬上跟護士 我都還沒坐下來 他就跟護士小姐說 然後回來罵我耶 他說我看個病人才賺80塊 你這樣掛號費 就浪費了300多塊 他沒貼價已經累了 所以 您是累的關係 對 然後不想講話 也是因為我們上班 一下子整次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都花了很多 精力在解釋 可是等一下 今天是上這個節目講 他私底下有跟你講過 這個問題嗎 我其實 因為我每次睡起來 身上都會多一件被子 其實我是很溫暖的 對 所以我不知道他 其實是這種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知道 他心裡在想什麼 對 對不對 你講出來 你之前沒有跟他講過嗎 就是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很舒服的床部 不跟我們 不跟 不進來跟老婆和兒子睡呢 就要睡沙發 其實我們今天是真的 是太多 這個你們可以請教心理醫師 威迪你這什麼意思 你要請教威迪他都會講這些 先生會介紹 我這樣講好了 我跟你們講 你們都不要狡辯 那個《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有個兩性專家 叫帕克伯德 他根據呢 200多篇的兩性的研究 包含生理學 社會學 演化學 等等這些 他會發現到 你知道嗎 他有 第一個 所以你說這是不是中的第一項 第二個 沒關係 婚姻中最陰天的指標 就是 所以呢 他如果沒跟你們講話說 注意他的眼球的變化 再來呢 第三個 那總要講的好的吧 婚姻中最陽光的一個指標就是 做這個家事呢 不是說我要一人一半 不是 而是有沒有讓老婆有feel 有感覺這樣子 老婆呢 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滿意度的話 你們晚上呢 你的生理時鐘會被拉長 說到家事有有有 其實在我們家是小家庭 所以其實我們家最重要的家事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洗碗 第二個就是洗衣和曬衣服 嗯 那其實因為太太很累 那因為我們是值班制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日夜顛倒 我覺得 洗衣服和曬衣服不符合我的生理時鐘 因為我有時候是晚上 晚上我去上班 所以你可能錯過洗衣服的時間 又錯過晾衣服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會洗碗 其實家事幾乎都是我在做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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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 他是說他自己吃的他有洗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幫你洗的意思 不是不是 家事帶小孩幾乎都是老婆在做的 他其實有 有心想要幫忙 但是屈指可數啦 而且啊 就是洗碗 沒關係啊 洗碗啊 就是他洗碗 可是洗不乾淨 是油油的 對 但是我認為兩個 如果分開這樣子睡或睡燒 遲早會出問題喔 會 真的會啦 你們還是要回到床上去睡 可是你可以開玩笑 不是過兩年公司 你老婆已經換人了 被打阿嬌 這個你不要開玩笑 來 醫師娘控訴二 醫師自以為聰明什麼事都會 江醫師他每次就是像我小孩回到家 如果說成績考得還不錯 他就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喔 你是不是遺傳到我 嗯 對啊 然後小孩就會跟他講說 你以為你很厲害喔 你還不是遺傳到阿公 但是他其實真的沒有很聰明 對他其實真的沒有很聰明 像以前我們約會的時候 然後每次都約一個定點 然後約在行天宮 他經常騎摩托車來接我 我想說怎麼遲到那麼久 找不到路嗎 不是 對他迷路呢 迷路就算了 你會問人家行通通在哪裡 他不是 他永遠問人家台北車站在哪裡 台北車站 對他騎回台北車站以後 然後再出發 永遠都這樣 所以一等都等候很久 江泰我可以跟你說喔 按照眼鏡學的概念來講 如果你的兒子很聰明 你問Wendy老師就知道 那個主要來自你媽媽 告訴他 所以我都不需要說他說就好了 聽到沒有 其實在腦科學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兒子的 我們現在就講說先天的一個智力 好了 其實智力大概都在一個常態分配之內 但是他們會發現說 兒子的智力真的是 比較跟媽媽母親的染色體是有關的 那至於女兒那一部分呢 其實就是各半 可是我們認識的江醫師 他滿直的其實很直 對 他家是完全不會 比如說以前我那時候 就是在擦桌子 我想說抹布拿給他 叫他幫我擰乾 我說把布弄乾 我一轉頭他就要拿吹風機吹 然後呢 但是他的邏輯是對的 過了兩三個禮拜以後 因為我看到地上很舒服 就跟他講說把地板弄乾 他也拿吹風機吹 所以後來我就買一隻很好的吹風機 我想說在我這個CP值太高了 每次就拿吹風機吹 這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對 我小孩回家的時候 像你今天講話比較少說 對 對 因為我小孩也不是很愛念書 可是他每次都會在 因為他在讀私立小學 可是他常常都會考到全班前三名 我是因為要訓斥他 因為我怕他支持到同學 我都跟他講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的聰明 你現在可以這樣子 不努力 然後就考到很前面 是不是遺傳到我 對不對 可是因為 像你可以說太太啊 不是不是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我確實 不管今天我是後天努力 還是先天聰明 可是事實上我就是讀得比較好 對不對 我覺得他在專業領域 他是非常投入 對啊 我很投入我專業領域 可是我女兒可能 就是因為常常聽媽媽 講一些事情 就是什麼都聽媽媽的 所以 只要我跟他講說 你的聰明是遺傳到我 沒有我就 你可能現在輸的讀這麼好 他就會嗆我說 你還不是遺傳到的阿公 因為我 因為我爸爸功課也很好 這樣子 就是我們那一代的那個男生 江家的男生 功課都蠻好的 這樣子 他都覺得一脈像的 他說 不覺得我厲害 他說是阿公厲害 不是你厲害 就是功了就給我就對了 每次要找到台北車站才能走 沒有 那個時候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是從桃園去陽明醫學院念書 其實之前我從來幾乎沒有 就有念建宗的時候有去過台北 有住在那邊 但是其實那邊我都不熟 那台北的路 跟桃園不大一樣 我就不大熟 我每次騎摩車 我只認得重慶北路 還有承德路 還有中山北路 我只認這三條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從台北 到行天宮是這個角度 其實你反而去那是近的 你已經繞了 對對對 可是我就沒把握啊 我問人家行天宮 我怕他肚子一指我會走錯 所以我都要 那為什麼約行天宮 因為你跟他約 我們就約個中心點這樣 因為中心點 因為那時候他在國防醫學院 當助理 然後他就先坐車到行天宮等我 我從陽明醫學院 騎摩車到行天宮 那你為什麼約了中銀文化成不就 那我可能一輩子都找不到 沒有啊 有中銀文化成這個東西嗎 那沒有吧 有中銀文化成這個東西 你不公不無怨啊 你不公不無怨啊 我比較專注在專業領域 所以就是 瓜哥我配合他一下 其實醫生有時候 他的邏輯感是比較不一樣 我們念書其實很條理化 所以他很習慣用固定的動作 有點偏磁狂 這個是正常 不過我建議你不要太驕傲 小孩的成就都是你的 因為有一點他一定會表現不好 喔 真的嗎 表現不好 你那時候就很難賴 表現不好 一定跟他有關啊 這不確定 而且其實我在家裡 其實根本都沒有習慣 不是沒有地位 不是沒有地位 是我不習慣做決定 我太太可能 因為從小家裡的關係 她比較獨立 所以她懂東西其實蠻多的 就是 我自己就是 可能從小爸爸對我的期待 就是 你就好好念書就好 你其他也只有管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念書 所以其實一些什麼 水電費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叫 信用卡我從來不管 就跟我一樣 對啊 對啊 我身上有一點都只有一張提款卡 那個優惠提款卡 我要用錢就領一下出來 然後我就刷卡 然後也是叫他付錢 他偶爾會問我 也是問我說 這一筆是被倒刷還是怎樣 朋友比較大的 我就像我那時候 從博士頓回來的時候 我就記得不知道 隔了一年還兩年 有一次他就帶我去那個 房仲那邊就簽了 買了一個房子 就買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去 他說你是醫生 好像可以借比較多錢 那房仲說要看到你 然後確定你是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拿 我就簽了 然後隔了四年還是五年 我有一天就突然想起來 這件事情 我就說 他就說 那房子就是從頭到尾 我就只記得我簽過一次 然後後來被賣掉 我都不知道 醫療方面其他事情 我覺得就是 規劃理財什麼方式 就給他 除了醫療以外 都跟我有關 其他都跟他不一樣 那這樣很好 比如你 你要出去旅遊交給他安排 對啊 我從來都不知道 他都是通知我說 你下個月請假 請什麼時候 我就請 然後就跟他出去玩 他連去哪裡都不知道 對 我連去哪裡都不知道 那很好 好幸福你 好幸福就這樣 你不要光問我去哪裡 我只要那個天出去就好了 可是有一次因為這樣子 我連出國都不太會 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覺得出國好像要過很多道關卡 我都搞不好清楚 所以有一次 就是飛機沒有同一班 所以我跟他的朋友先過去 他就沒有 我覺得那次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第一次自己要拿那個護照出去 因為每次都是跟著他 他電話一直打電話來問 一路交到機場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 停車現在都不會停機場 都會停到那個 給人家 就停到遠遠的地方 那個朋友就先去那邊停 他就不好意思讓我跟他一起去 就叫我自己先進去 Check in 我想說 Check in 就沒有自己 沒有自己用過 我就從來沒有自己用過 我就去看 滑航 也是有點自立的 就看一下那個螢幕 滑航 我就看到一個櫃檯 也是寫滑航 我就想說 這邊沒有人 我就 旁邊都排很多人 我想說為什麼這一道沒有人 我就給他進去Check in 那個人還笑笑的 就看到我 他就笑一笑 就真的幫我Check in 後來那個朋友就打電話找我說 醫生你排在哪裡 我們都到 都沒有看到你 我說我已經辦好了 你們在哪裡 他說你辦好為什麼 我們那邊大排艙龍 你是排到哪裡去 我在隔壁 就那一道其實本來是close的 沒有 根本就還沒有開� 還沒有開� 還沒有開櫃 他的人在那邊準備 我就看到沒有 我就走進去 結果大家跑過來找我 全部都在 因為脫我的福 我覺得你真的還好 我是唯一沒跟到他出國 他就沒有回台灣 他那一天是跟那個 好像是經濟 經貿會出去 然後去杜拜 做那個醫療的訪問 然後有一天就是想說 理論上6點 台灣的時間 早上6點40分 他應該要登機了 奇怪怎麼叫他電話 我就說他老公 叫你delay 他說老婆 我沒有上飛機 問你怎麼也沒上飛機 我說四個小時前 我們通過電話 你已經check in了 在登機口囉 問你怎麼沒上飛機 他說 因為紅眼班 前面很多人都坐在睡覺 然後我沒位置坐 我到隔壁 登機口的位置坐 睡過 然後我跟你講 我心想說 我的媽呀 這種事情怎麼會演在我老公身上 然後我第一個當下也沒念他 我就說趕快 我來線上查 有什麼機票 可以讓你趕快回台灣 嗯 後來我想說算了 等一下如果轉機又轉到不見了 不然怎麼說才會 我想說 那你去阿聯酋航空 問他明天有沒有班機回來 同一班 所以他就演了那個航站 情緣24小時 他就在機場悠長 我覺得這種太恐怖了 這個事情呢 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 杜拜的航空站 我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那天真的是紅眼班機 所以是那邊的凌晨2點 我們大概9點多 丟到那邊 就5個小時 然後我當然就去弄機休息休息 那時間快到 我提前兩個小時就去 那因為那個station人太多 我到隔壁 真的坐著坐著又 不小心睡著了 醒過來 他明明就是2點40 飛機要飛嘛 2點20 close 我醒過來一下 2點17 但我就在隔壁 一分鐘我就衝過去 他說 close 我行李已經被卸下了 太沒人驚慌了 而且他也沒有那種 last call last call 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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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阿聯酋那個服務的 這個機場服務太舒服了 你可以去洗澡 在那邊睡一覺 所以可能一下太舒服 就沒聽到 比方像武漢萌醫師好了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 兒科醫師太太很好啊 如果像我小孩嘛 哇好棒 你老公就是一個 人肉育兒輸 他覺得說完全不用管啊 我就這樣子爽爽當貴婦什麼的 可是事實上啊 大部分小孩的教養方針 全部都是落在我身上 然後呢 他又常常會自己 表現出自己很專業的那個樣子喔 比方說有一次 我以為強病毒的小孩會拉肚子 然後他就開始嗆我啊 他就說 什麼 你居然以為強病毒會拉肚子 你怎麼會不懂啊 我怎麼會跟一般的鄉民媽媽一樣 強病毒不會啊 不會拉肚子啊 喔 你真的很誇張欸 他就以為我什麼都要懂 再來就是說 比方說小孩生病開藥 大家覺得科醫師很方便對不對 直接開藥啊 可是他永遠都是給我幾罐藥水 然後早上出門前就交代說 欸如果小包還有在發燒的話就喝這個 啊如果是咳嗽就喝這個 鼻塞喝這個 然後拜拜 然後就走了 可是他從來不會交代說 那你這樣一天到底要喝幾次 那一次幾CC 然後我在找他的時候 他在看診 Line他也不會回啊 所以我還要自己Google一下 之前有類似的情況 他大概會說 那個劑量大概是體重的一半啊 對 你對病人一定會交代很清楚 對對對 那我想說之前都講過啦 那其實這種遇到相似的情況 那應該上次的經驗 他應該就知道說 大概這個劑量是多少 對啦 那其實像之前 我們家小朋友有一點便秘的情況 那其實剛開始 對啊我真的因為便秘跟你吵過好多次 那時候他開始吃副食品之後 他大便真的就是比較困難 那其實我其實在門診的時候 都會教導說 那爸爸媽媽遇到這種情況 飲食上面要做什麼調整啊 那自己小孩遇到這種情況 我當然也是這樣子嘛 但是發現說 好像不是如果所預期那麼快就有效果 那其實那時候我想說 沒關係再看看好了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好像真的效果有限 所以後來才真的轉等到醫學中心去 請以前的老師幫忙 因為我之前在化妝品業工作嘛 那我常常就是會去那個保護公司 收集一些DM在下面看 然後看一看的時候 就林志豪就會衝過來說 那看什麼啊 你在那邊看 他說 這個標榜可以回春 請問一下他有經過大型的人體數據嗎 這大型的人體數據大概是多少人呢 執行了多久呢 我們經過這個雙盲測試 他們說拜託你可以不用這樣子好嗎 讓我好好工作看一下這個東西 不要在那邊一直吵 可是他可能是因為 他們醫生的這個訓練過程都是比較嚴謹 主要是因為你要買那個東西太貴了 這樣子太了解了 那是年輕比較不懂事的時候 的確有時候 你知道就是有時候在專業上 有時候是聽不太下去說 那個誇大療效 你知道你會覺得有時候有點忍不住 你就想要怎樣去問他說 這種虎人的啊 你那麼著迷買這些東西 那又那麼貴對不對 所以總是會刺他一下這樣子 不過我現在都學乖了 其實我覺得有些東西其實 就算它具有安慰機的效果 只要老婆開心就好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結婚了18年了 剛剛講了很多故事 前9年跟12年15年18年 其實會有進階 前9年他如果買東西其實我會在意 因為那時候家裡經濟也還在意 剛起步 那第12年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你就買了 但是心裡在堂學 所以眼上表情還做不足 那15年以後 開玩笑隨心所欲 沒有問題啊 我一直覺得婚姻當中我們學一件事情 對方也聽聽看 婚姻當中是一種演戲哲學 就是你要演得夠好 要從內心戲一直演 以前都演表皮戲 要內心戲 第二個呢 就是不要隨便說實話 你心裡的實話有時候不要講 但是我們不要說講話 因為說假話很麻煩 因為一輩子 你要去圓那個話 但是適當的把心裡的OS要藏起來 不過你自己要約大會的時候 OS也不小心跳出來 真的 你怎麼這麼早做總結 婚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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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我們在學什麼東西 你當我們真的是這麼的不聰明嗎 你要想想看 一般話 他常常在節目裡面提出 他生活什麼低能 我跟你講 全世界全地表上最會演戲的生物 就在那些人 就在對面 他們都認為 他們覺得我生活很低能 事實上你都知道說 他們講這句話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就準備 坐在那邊躺著休息 而且是理所當然 不過這時候 我們就要發揮我們的智慧 有時候要稍微教一下 這樣子 但有時候我們就要去做一下 這樣子 對啊 我們不會說認為你們是生活低能 怎麼可能呢 你們這麼聰明 好嗎 全世界 全台灣呢 不會是不想做最好的理由 全台灣你們是1%的耶 這樣怎麼會生活低能呢 可是我們都是訓練來念書 跟看病 比如說我們在作業實在就結婚 那時候作業實在真的很忙 你在家的時間真的就很少 你怎麼可能去坐家事 真的是不可能 然後當主席醫師的前幾年 也是很忙碌 你每天回家時間都不固定 你要怎麼坐家事 我回家來說就是 現在 不常 現在比較有空啊 要不要坐一下 現在是那個啊 就習慣不做了 不過真的長久以來 我們覺得沒有太太不行 像前幾天 我老婆才生病 然後我把他送到急診去 這樣子 然後我趕快幫他先開 我還怕他移不好 萬一他病情沒有好種 我就覺得他會不會懷疑我的那個 那結果當晚 因為我小朋友其實 他也有身體有一些不舒服 所以我是把他帶回家 就那天就 我負責 來他的功課 洗澡 然後所有的那個 上課前的東西準備 我才發現 沒有我太太不行了 而且隔天喔 隔天是學校規定要穿制服體育服 他們父子倆居然 他不知道到底哪裡要簽名 要準備餐具啊 水壺啊 之類的這樣子 那時候啊 懷我們家老大的時候 然後 清晨我老公要上班之前 我就已經跟他說 我有一點落空 然後他就跟我說 沒有陣痛不會那麼快啦 第一次他不會那麼快生啦 你在家裡再等等啦 然後他就去上班了 結果那一天 因為剛好他們醫院是從丁州搬到內湖 所以訊號非常的差 我怎麼打他的手機都沒有人接 後來一直痛 痛到了晚上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只好打電話到醫院 我請總機幫我轉接到開刀房 去才找到他 然後跟他說 你怎麼還不回來 我真的好痛 你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接我 然後他才趕快從醫院回來接我 結果一到醫院 馬上就緊急自然產 事後他也被我們家裡的長輩罵 可是他還一直認為說 第一胎不是 都會痛很久 生很久才會生出來 怎麼會 你會那麼快就生了 你 其實照我們以前讀婦產科學 第一胎 你應該是不會這麼快 你那時候大概幾週啊 逐月了 因為我就沒辦法 所以比較做好隨時生產的準備 可是我那時候生的時候 醫生竟然生完就是有雪崩 可是後來拇指均肝之後 醫生還開玩笑的跟我說 你的小孩是Superman 所以他是手先生出來 一直手先生出來 對 神威脅 欸比較卡久一點 他生產會卡一點 那這件事情我後來也被我爸爸媽媽 被我岳父岳門念 當然 我說這個是 保人 保人 因為畢竟話科別 這個 一般人都搞不清楚生產 其實他會有時間性 其實我自己的病人 我說三七週以後 我說你要隨時做好 一卡提箱就可以帶來生產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也體諒一下 其實我們所有的醫師 在所有的受訓裡面 我以前抱怨過我的老師 你只教我們要救人 念書專業精進 可是你忘了要 我們要 有老婆有小孩 還有自己的健康的生活 其實在我們早期訓練 幾乎是沒有這一些的 所以我自己當然 這個都是人生到一個階段 才會回顧 我跟你講 我差不多這四年 四五年比較閒 然後 我從一些行政主管 退下來以後 我記得我那時候 常陪他們去吃飯 第一個禮拜 因為我每次 我太太在前面 帶兩個小孩 那我們就一起走進去 然後人家都會問說 請問幾個人 我太太 那個禮拜 前四次都說三個人 那個 那個位置都說 三個 你一看到四個人 他已經習慣自己去吃飯 沒有我們 所以你有來反而不習慣 真的不習慣 後來花一兩禮拜 才慢慢講成四個人 他又回頭看一下 這是真的 所以 我們自己就要review 其實也許在我們的訓練裡面 除了照顧身邊的病人之外 我們身邊很多親愛的人 是需要照顧 我倒是覺得 楊醫師今天最 在這裡面 還想 算比較慘 單本熟悉 你們兩個都心理醫師 這樣子過生活會不會互相摘啊 不會啊 我不說話 他就知道我在想什麼了 真的啊 好勉強啊 楊中文 平常看別人的節目他很覺得 我剛才看他出來之前就在吃那個啊 抗憂鬱雞 沒有 是在本性不凱 失戀的感覺 我們每一對夫妻相處模式都不一樣 醫師娘沒有外界看起來那麼輕鬆 說真的 大家都搶著當醫師娘 當醫師娘也有她辛苦的一面 當然也有她幸福的一面 夫妻之間呢更多的體諒 彼此才會有更長久美滿的婚姻 祝福大家謝謝大家 孩子晚上睡不好原因很多種 不適當的飲食習慣就可能造成失眠 研究發現飲食當中的維生素B群 或是鈣質不足都可能造成睡不好 牛奶當中含有可以安定神經的鈣質 並且它有合成血清素的色胺酸 此外我們飲食當中的糙米 它富含膳食纖維 維生素B群 葉酸 氨基酸 以及礦物質 所以如果在睡前可以來一杯 熱熱的糙米粉牛奶 都可以有助睡眠優 長期頭痛頭暈目眩 眼睛痠痛 肩頸痠痛 失眠耳鳴 這些症狀可能不會致命 但也十分困擾人 如果你有這些困擾 有可能是下巴肌肉的症狀 下巴肌肉周邊有許多的神經通過 當肌肉僵硬時 會影響到神經 疼痛訊號會傳到腦部 造成許多不適的症狀 如果有這樣的困擾 會建議做髒嘴訓練 想像把下巴往前推出來 嘴巴慢慢張開 在不免長的狀況之下 把嘴巴張至最大 想像像耳朵兩邊的肌肉延長 往前延長 最後 然後 維持一到兩秒 慢慢把嘴巴閉起來 下巴回復原位就可以了 在那時候 在這裡 成績